如果你其中的报告 主要你要讲究两个档案给我 第一个就是开放资料 你选的那一个资料 但是可能你要想想看 有没有地方可以 把它你想做的这个资料 多一个栏位 类似像这样 比如像我们之前是透过地址 它这个驱栏的这个里面的发生地点 那因为我需要的资料 它地址里面并没有我要的那个栏位资料 所以我必须把区域的部分拉到一栏 把这个路的部分拉到F栏 这个动作 OK 当然你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你取得的资料里面 有一些需要再增加栏 尽量想想看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这样做 或者是说 另外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它可能是很多个栏位的资料 你把它合并在一起 像我们之前那个手机 手机的那个范例 比如说它是三个栏位 变一个栏位 的那个规则也是一样 你可以试试看 反正资料不外乎 就是把资料分出来 或者资料把它合并在一起 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呢 做出来 我希望看到就是说 你用三种方式来完成 分别就是说呢 你用函数 像这个部分上个礼拜做的 就是这个公式 有没有 那这个公式其实可以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先Find 0 然后把φind 0找到之后 在ifl里面 再去怎么样呢 如果找不到0 再去找理 那再来呢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如果再找不到呢 再去找区 所以哦 最后公式 有没有 就这一串 那这一串 等于是找前面的字 那后面的字 就是路接道 所以把这个复制 其实后面路接道 跟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只差别 就是把这个 零理区 改成路接道 然后再放到密的函数里面 有没有 就做出像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地址 哪一个字开始 从零理区的那个字 加一 所以这个后面公式就加一 然后呢 几个字 就是抓那个路接道 那个字的位置 然后减掉什么呢 零理区那个位置 那就是抓到几个字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上野拜的一个部分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所以将来呢 其中报告我希望看到 就是你看怎么样 结合函数的部分来完成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聚集 聚集的话 录制啦 那录制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其实就是把 刚刚的动作做出来 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它 清楚的话 就是两个选起来 然后Ctrl向下 然后按Delete 这是清楚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录制的话呢 因为有两个栏位 所以先把游标先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输入这个公式 打勾 快点两下 会产生第一个 再录第二个 游标放这边 再放上面打勾 向下填满 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把它变成像这样一个录制聚集 有没有 可以有没有 这边 我放在右边 结果是一样的 那最后的话呢 再来就VBA VBA我们前面 做过 总共有三个按钮 还有印象吗 一个是输出公式 一个是清除资料 那一个就是直接输出结果 而不是输出公式 我demo一下 有个看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把两个公式 这个公式跟这个公式 丢到这边来 一直往下填满 这个也是一样 那你会发现 它就一直跑 跑完之后的话 那里面放什么 里面就是放这里面的公式 OK 那主要呢 就是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部分的话 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在Sales I列的一栏里面 放这个公式 在Sales I列的F栏 放这个公式 这可能要改 改G2 G2这个2 要把它改成I 大概是这样子 那清除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For I也是这样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Sales I列的一栏里面 变成空的 那写法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 我把里面的程式 跳出来 清楚的话 应该这个 这个有写过啦 写过还蛮多次的 For I 就是列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就是从 Range A1 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的话 还记得吧 你可以点什么 点一个End end嘛 然后呢 方向就前刮弧 那你可以选向下 Excel Down 然后后刮弧 这个叙述就是向下追踪 那帮我抓到 向下追踪之后 得到的列的位置 所以你就打一个Raw 它就会把这个 最下面的那个列 的位置告诉你了 OK 就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Sales的 这个出生格的E栏 所以就写成这样 里面呢 帮我丢空白 然后F栏丢空白 那你做好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输出公式 那输出公式部分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把这个清除的部分呢 把它贴过来 但是哦 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 复制这里 这里面的东西 这两个我把它重来做一遍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 就是要把那个 这个公式 这边的公式 把它放过去 那其实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 第一个的话 你要把公式放过去 我前面讲过 就是 第一个的话呢 你这个公式里面的话 如果有双引号 那就变成两个 如果没有 刚好没有了 所以哦 我们就不需要去取代 那只要把列号改成什么 改成I 那I的诀窍就是哦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把这个and的符号呢 前后空白一下 那这样子这个就OK了 那比较麻烦的应该是这个公式 哦 这个公式这么长一串 里面还有双引号 怎么办 我讲过哦 你可以把它复制 取消 然后呢 先开一个那个什么 祭祀本 祭祀本的话呢 在应用程式里面 找到那个祭祀本 那把它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 我建议啊 你这边格式可以自动换行 因为让它折行 不然它会跑到最右边去 那你只需要怎么 取代一下 取代什么 一个 取代成两个 OK 全部取代 OK 这样说 第一步哦 第二步的话呢 要把G2 改成G 串一个I 那你会发现这边 哇 G2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那如果说 你要自己重来的话 麻烦 所以我教各位 再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讲 把G2这个 Ctrl C Ctrl H Ctrl H就取代了 或者你编辑 然后把这个G2 改成什么了 一样哦 把2 直接在这边改就可以了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个I 然后把And 这个 前后控开来就对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2 变成一个I 那直接在取代的时候 就直接做 因为有10个嘛 那10个 如果你要做14 其实也颇麻烦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G2 直接改成G的 那个D几列 然后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OK 然后就把这个哦 现在做的 只要没做错 你把这一串哦 复制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的公司上面 这样子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待会试试看 就是把那个VBA 多一个 多一个工作板 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改成VBA 那一个先做清楚 另外一个就输出公式 全部OK了 那清楚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之前做的东西 马上又可以显示出来了 OK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其实 没有太复杂的点 基本上就是前面 我们所讲的 只是说呢 它多了一栏而已 之前只有一个 现在变两个 它可以同时输出两栏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 那我们也先下课 待会再来看 如果我要输出的是 路接到的公式 那个VBA的程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